这样 是是是 你问得我明白了 如果出现清晶的话呢 是这样的 我看两方面 看它的形态和颜色 如果它的形态 特别的凸起来 或特别的凹陷 这是不对的 是吗 因为在一些人的身上 某些地方 不会出现这些异常的 一个形色的 形态的改变的 有些血管 特别的弄张 甚至有一些弯曲 它的形态特别的弯曲 扭曲 或是特别的凹陷 陷下去了 第一陷下去了 是一个凹陷的血管 是凹陷了不充颖的 这个形态 是肯定是有异常的 对吗 好 它的颜色方面呢 发青的 是已经有问题了 对不对 已经有淤血又寒了 如果发黑色的那些呢 就更有问题了 明白吧 青黑色啊 发青的已经有了 而是有一些发暗 发黑的有一些 紫黑 发黑色的 往内阁说明 问题更严重了 程度更深了 那么 但是有一些细小的落脉 它是紫红色的 对不对 紫红色如果去判断呢 如果判断它的病程 久短病程它的严重程度呢 有一些 小血管啊 是弯弯曲曲的 你想象它 血脉不通 它在挣扎的那种状态 所以弯曲的 昨天晚上呢 我们做了一个病人呢 这个小女孩呢 这个小女孩呢 这个这个是 上小学了 对不对 心肌炎 心肌炎 我给她看 我给她看一下 哇 这个小女孩在手指头上 每个地方 都有青筋暴露 这个在孩子身上 是不应该这样的 小孩子哪会有这么多青筋的 对不对 血管心肠那么明显 最明显的是什么 在她的中指 远端之间 末梢这个地方 竟然都有一个 紫红色的血管出现 而且她很扭曲 非常明显 总的一般远端 不会出现太多的血管出现 对不对 远端危险的血管 怎么会出现呢 孩子更不应该出现 你看 她牛牛 非常弯弯曲曲的 扭曲的 挣扎的一种状态 告诉你 她的心脏真的出问题了 而且她分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在那边放点血 我就放一个地方 这个小孩子的育后 应该我想应该会 会比较好的 因为她还没到 也就十一二岁吧 还没有她 还没有到十三岁 十四岁那样子 在这之前 这个病都可以搞定的啊 我在她的远端 找一个最细小的紫色的筋 去刺了一下 而且刺了三个点 我旁边那个 我的一个师兄啊 一个杜兄啊 她看到说 你刺了三个点 对啊 三硬的鲤嘛 对吧 鲤硬的鲤嘛 刺三个点 对不对 她那个病是可以治疗的 我找了三个异常的点 那么 她那个就是 是红色的 而且形态特别严重 特别明显的 扭曲的 孩子身材不该出现了 你看多了 你就知道这个异常 那个是正常的了 大家明白吗 是这个意思啊 会通过她的形状 她的颜色来判断